在会打破边界 什么叫打破边界呢 我不能把这个位置摆到这 我要把这个边界打破又能连接 破了之后连接下一个动作 这才是你舞姿连绵不绝阴阳转换 或者叫行云流水的关键 来 看我 腰走 胸流 头流 这是对抗 这是到一个标准的移的位置上 但是力量要做出来 好 那么我想要完全释放出去 是否我的胸进而也要跟着腰向旁 倒向旁延伸 接下来我的脖子 我的头 是不是也要跟着这个力延伸出去 看 这就出现了几个环节 至少要有三个环节 看 第一节腰 第二节胸 第三节静 是不是 腰 胸 老师一周直播两次 没有那么时间一天直播几次 一周直播两次 周一周四上午八点 摇曳脱拽的感觉 来 同学们找到 先把我们刚才最初始的移的位置 或者叫对抗的关系给做出来 这是一个生硬的死板的一个形 但是我们不要按照行作 按照 按照什么呢 按照变化 当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变不了了 是不是 腰已经正着走反着流 已经到极致了 你会卡在这个位置上 而且你能感觉到一侧旁要收的非常紧 非常紧 那么你的头呢 朝这边倒着流着 该解开这儿的肌肉了 这儿本来是收着的 让它解开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要倒过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胸椎的肥动 当它解开 它就会顺着 腰的出 看 流着流着流着 好 解开这儿 解就掉过来了 脖子先别紧 这儿留着最后再解开 你就倒下来 整体就倒下来 形成一个朝外倒出去的状态了 这就是我们要打破边界 突破每一个元素之间的壁垒 准备 倒出去 准备 走 腰 朋友们不要问呼吸 需要呼吸的时候 我自然给你们讲到了 没有讲 你们就不要管 管了你就练不好 走 好 腰 留着胸 留着静 走不动了 这儿解开 走胸 保持留头 最后 送过来 走一 走二 走三 走好 同学们 走一 老师在带着你们练的时候 你就认真练 二 如果老师中间在讲课的时候 三 你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帮老师点点赞 感谢同学们 一 二 三 一 毛色盾开 二 三 怎么有点懒洋洋的 懒洋洋就对了 如果你这个动作做得很机灵 嗯 嗯 你就反而错了 就是要懒洋洋的 诶 我们刚才 如果懒洋洋 就符合了我们什么 勤于 什么 懒于什么 勤于延伸 也就是你要长 你不能说 不能短 是不是 你要勤于延伸 而懒于变化的时候 这种慵懒的 自如的放松的感觉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是你不能 完全松着 没有延伸状态下 你再晃 那就 那就成了什么 那就成了摇头晃脑 很 很塌的感觉 要拎起来 延伸出去 再有左右的 晃 再有左右的懒 好 同学们 接下来 嗯 给你们讲一个 咱们 讲一个 提成之间 不是提成之间 啊 行一之间 手臂 跟身体的 关系 来 我们的双手 这样吧 双手背后 提的时候 不能真的来 哎 有的是要真的来 真的 咱们说的是 琴鱼延伸 琴鱼延伸 对不对 放大一点啊 加手臂了 琴鱼延伸 懒于变化 咦 琴鱼延伸 懒于变化 那咱们 就真的懒于变化 你不能把 琴鱼的延伸 也都丢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提的时候 记住 我先说一个前提 一定还是 这个原则 琴鱼延伸 懒于变化 琴的延伸是什么 我的手臂在后面 你们看不见 我拿到前面 跟你们说一下 本来是背手的 贴在我的 我的胯上的 贴在我的后腰上的 然后 当我去提身体的时候 你看手的这个位置 一定不要 腰上一走 哎 手就往两边 腰上一走 手就往两边 这个就成了 多少 三核心带动了 一个腰上在走 两个肩膀 也在向外打开着 就成了三核心 一定要有一个 看不 有种这样的感觉 停 你的手臂的分开 因为什么呢 因为身体的展 而分开 而不要走 就起手 这是不是就看起来很奇怪 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啊 体 是不是就很奇怪 很多人就容易做成这样 来看我 体 一定是宛于身体的 这就是卵 手臂 整个手臂 对于躯干来说 都是没收 那么指尖 对于手臂来说 是没收 所以 看啊 手臂宛于身体 而指尖又宛于整个手臂 大臂小臂 手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顺序 脱起 准备 走 提 展 走 沉的时候 不要 落手 记住 先做到老师说这句话 沉的时候 不要落手 沉 落 提 沉 沉 落 我讲到这儿 我突然心血来潮 我给大家讲一个 最简单的动作 给大家讲一个古典舞中最高级的阴阳转换 最简单的动作 最简单的动作 我们来讲明白古典舞中最高级的阴阳转换 所谓的阴阳转换 阴阳是一种形容 你可以理解为呼吸它是一种阴阳 你的身高降低是一种阴阳 你的发力 泻力它是一种阴阳 好 我们看最简单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你的蹄带着你的胳膊起 这个动作 沉带着你的胳膊落 好 咱们从字面意思上先来理解 提带着胳膊起 沉带着胳膊落 关键词是什么 有两个主语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胳膊 那么转换或者说关系是什么 带着身体 带着胳膊 我们要精准的捕捉到 任何老师在讲课的时候都有重点 我们要精准的捕捉到老师讲课的重点 两个主语是身体跟胳膊 然后一个关系是带着 那么前带后 也就是身体带着手臂 所以当我们起的时候 你的手臂并没有马上起 是不是 你们看我啊 我多夸张一点 看我 提 是不是 看到没有 我这样放胸口 能看得清楚一点啊 提 展 有没有看到我的力 从腰上到胸上 然后才 撑到肩上有了大臂小臂手 这是一个 顺序 也就是身体 真正的是 带着掌 带着起 那么落的时候 看 为什么 刚才我先给大家说 不要沉就落手 看啊 不要沉就落手 如果沉就落手就是 有眉感吗 有层次吗 是不是 没有任何舞蹈感觉 看清楚啊 沉 我的手在干什么 我的手并没有升高 我的手在干什么 看清楚 沉 看清楚 走 沉 我的手是在流 是不是 我的手或者叫 我的整个手臂在流 我身体降低了 我的肩膀虽然已经跟着身体下降了 这是没有办法 我的身体 只要一有松懈 它就会有弯曲 有了弯曲 自然会降低高度 那么我的肩膀在我的躯干之上 它一定是随着降低的 但是我的整个胳膊 要干什么 揽着呢 对 如连说的很好 揽着的 大家记住 这个揽 再理解的有深度一点 不是不动 而是留着 有惰性 就比如说 这个人 他不愿意出门 你给他拽着出去了 他出去之后 他坐在外边一个凳子上 他又不愿意回家 他反正他就是懒 他坐在哪 屁股就长在哪了 他就不愿意多动 记住是这种懒 保持现有状态的懒 而不是不使劲的懒 同学们理解清楚 不是不使劲 当你不使劲 那就不叫懒 那叫松 是不是 而我们所谓的懒 是保持现状 它保持的现状是什么呢 它手 比如说已经到了这个高度 跟我的肩膀是水平的关系 那么它的懒 不是不使劲掉下来 这就没有层次了 没有转换了 它是什么 在我们身体 又一次变化 也就是松开始下沉的时候 反而它刚才已经跟着提起来 延伸出去了 它就留着提 留着延伸 甚至还保持着刚才那种 还在上升的趋势 就是所谓的惯性 没错 还在保持上升的趋势 但是这个惯性在这儿 其实也不对 因为你这么慢的动作 是没有惯性 是没有惯性的 这是完全还在继续向上 继续向上 你们看清楚 当我在沉的时候 我的手还保留着 继续向上的趋势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 老师刚才说 用最简单的动作 把5.5中的阴阳转换 给你们说清楚 所谓的转换 不是飞黑几百 什么时候提 什么时候吸 什么时候放松 要做到什么 要做到提跟沉之间的变化 呼跟吸之间的变化 这个转换 才是我们要下的更大的功夫呀 来看我做一次啊 提 手臂再松一点 提 拖拽而起 手臂总比身体晚 好身体该沉了 沉 好出来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出来了 手臂随着提 还在上升的时候 身体 已经在沉了 这就出现了一种 我们以为的 如果你们去学胳膊的动作 好像做了一个这样的波浪一样 其实不是做出来的 是你流出来 揽出来 顺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既轻松 又能做到各种各样的感觉 你就要揽 不能全然的去控制身体 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这样反而会僵硬会不顺畅 来同学们跟着我做一次 找到 沉不落手 提不起手 这就是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阴阳相济 随时转换 手轻轻的落在两边 准备 走 提不起手 当你感觉到胸椎在拔起的时候 肩才有展开 才有进而的大臂小臂 来 该沉了 让它继续上升着 沉继续上升着 随后才被你的身体拖拽而下 走 提不起手 沉不落手 总是慢半盘 走 提不起手 沉不落手 走